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1号 星期二 前两天我说2月17号 日本他敲定了一个吸引高级人才的一个新政策 要增加高端外国人才进入日本 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个消息看完之后 异常振奋人心 我就说一定要跟中国的小伙伴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里边肯定会有很多的中国小伙伴 后来当然有的小伙伴就觉得 斯东哥您看看他政策 要求好像有点高 不是那么特别容易能实现的 知道吗 我说反正还是中国小伙伴的可能性比较大 今天的另外一个小伙伴 给我发来的一个消息 跟我说看来斯东哥还是你说的对 果然都是中国的小伙伴 怎么回事 实际上他今天发来的 是日本经济日报2月20日 昨天昨天报道 今天给我发来的 报道称在日本的高端外国人才 有多少 66%都来自中国 2% 每三个里就有两个是来自中国的 说从2012年开始 日本新设了高度专门值拘留资格 扩大吸引人才政策 截止到2022年的6月底 高端外国人才 一共留下多少 有17199人 那么占这种 在日本再留的外国人总数的 0.6% 1000个人里面才有6了 他高端人才的确 可能看要求有点高 一般人达不到 但是就即使这样子 里面66%都是中国人 从具体国籍来看 截止到2021年底 来自中国的高端人才 占全部总高端人才的66% 100个人比66%都是中国人 那么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第二名是印度 第三名是韩国 那么就第一名 比第二名多多少呢 第二名印度占6% 第三名韩国占4% 他俩家一起占10% 再加上中国66% 这三个国家占了76% 然后剩下还有其他国家 去分那点去 就什么概念 中国占66% 印度占6% 也就是中国是印度的11倍 明白吧 就100个人没有6个印度人 然后66个是中国人 然后那6个印度人 就已经排第二了 后面还有4个韩国人 你就知道这里边 就中国人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绝对统治地位 就领先第二名11倍 后面剩下那些 就甭算了不值一提 在中国面前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你说 我说这高人才的主要还是以中国为主 我相信他后面那种更高 更的这种 就是说更高端的 这种外国人才里边 也是以中国人为主 这个真是没办法 日本经济日报也报道 说近年来日元贬值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占这么多 日元贬值 以及薪资水平较低 是日本难以吸引高端人才的原因 他说202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IT行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 你知道多少吗 只有4万美元 真的是不高了 那么美国你知道多少吗 他只有美国的一半 美国是8万 所以很多小伙说 马农一定都挣340万 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2022年的时候 日本的这种IT行业 马农 平均收入是4万美元 美国的平均收入是8万 所以我跟你说了 很多刚进去的时候 都是7万5 8万5 你知道吗 你以为很高吗 当然到15万的 30万的 现在都是中级人才了 你知道吗 一般的那种没有那么高 美国是8万 日本是4万 当然是平均有高的 对不对 好吧 那么在亚洲 新加坡和香港 这些就是说 这种高级人才的薪资 已经超过了日本 所以那些人宁愿去 什么新加坡和香港 也不愿意去日本 因为你挣的钱太少 而且韩国首尔的工资水平 跟日本差不多 所以就是说 韩国人也不愿意过来 跟你都差不多 过来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当然现在目前来讲 跟中国还有点差距 所以中国还有一些人愿意过去 但是他认为 随着中国目前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这种平均年收入 也在不断增加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想吸引中国人 都有难度了 当然吸引中国人 有的时候也不光为了钱 中国人是去日本 也是为了其他各种原因 原因很多 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 所以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还是鼓励中国小伙伴 反正日本现在大量的招收 外国人才 你的机会就来了 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点 日本人可能也 他在招收移民的时候 他可能更喜欢韩国和中国人 相对于印度人来讲 他觉得对面看起来比较像 日本也是比较排外 他也觉得 你包括欧洲也是 欧洲你看 他在吸收难民的时候 他对乌克兰难民就比较愿意接受 对不对 都是白人 他对一些中中的难民 就好像 也不能说不愿意接受 但是好像有点 是不是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 对不对 政治虽然不正确 但是他们就这么搞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事实 好吧 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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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